公妇向一名80岁的实质妇人 20号出门后彻夜未归 便寻不着的家人 游行向警方求助 远警调跃路口监视器 发现妇人的身影 按图所记 个然发现老妇人跌落在空地的坑洞里 动弹不得 静卧一整夜有些失温 警方立即通报家人 同时也火速将老妇人送医 索性最后并如大碍 借户无信民众报案 请求协巡80多岁的失智姐姐 光复分众所远警 安抚报案人情绪的同时 也启动阴言小组 寻找老妇人的行踪 有有有有 我叫她连多了 我连多家属 现在已经半夜一点多了 我们刚刚已经找你很久了 我们从晚上找到现在了 没事就好 走势的失智老妇人 19号出门后就失联 直到20号的晚间 家人才来报案 也增添了邪寻的难度 但警方不放弃 按着老妇人的行踪轨迹 在最后消失处的这块空地 展开搜寻 终于黄天不负苦心人 赫然发现老妇人 就倒卧在墙边坑洞内 脚步受伤 无法行走 只能虚弱的挥舞着白色手帕 原警立即出手救援 原来老妇人在空地行走时 不胜滑落坑洞 导致脚步受伤 无法行走 由于老妇人躺卧在奥地内 将近15个小时之久 身体呈现室温状态 原警立即协同了消防队 赶紧将老妇人送医救治 进治疗后 目前老妇人已无大碍 家属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于警方积极协助 平安巡获至亲 家人也万分感激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